您好,欢迎您和我们一起关心台电的消息。 节电有你,台电有礼,全民节电运动,每年都以多元的活动奖项鼓励民众参与节电。 去年首度举办的节电多媒体创意竞赛,也获得民众、企业的踊跃相应。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动画类第一名的作品,节约用电很简单。 一起来看看创作者的节电攻略,如何聪明节电健康生活。 天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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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天什么? 这跟我的愿望有什么关系啦? 啰嗦,想实现愿望是叫做。 好了,现在就开始吧。出发! 要去哪里了? 没错,所以我们要到有冷气的地方去。 啊,哪里啊? 多用电脑啊! 百货公司、书局、图书馆多得很啊。 这些地方的冷气可是整个白天也都开着呢。 哦,我是蛮喜欢看书的啦。 那好,去图书馆多得很啊! 那好,去图书馆吧! 这次又怎样了啦? 节能简态,反正又不远,骑脚踏车去吧! 嗯... 嗯... 嗯,我知道了啦。 好凉哦! 嗯... 等太阳快下山了再回家吧! 好 把家里检查一遍 找出可以省电的部分 给我起来 财政要开始呢 动起来 是 赵宁 换成节能灯泡 又亮又省电 冰箱 最多放八分满 以免阻碍冷气流通 食物放太久 也不好了 太坏老旧电器 换成有节能标章的电器 想知道电器的后电量 可以看上面的能源效率分级标示哦 哇 第一集和第五集差这么多啊 冷气 把绿网洗一洗 也可以节能哦 难怪每次去玩冷气都会过敏 还有 空调配合电风扇 只要开26至28度就很凉了 嗯 我也想到一个 不在家的时候 因为水机不需要运作 所以可以加上插座定时器 飞跑跑 啊 大热天到有冷气的地方最棒了 诶 你最近变好多哦 嗯 有吗 以前你都不运动也不出门 现在居然天天骑脚踏车上下班 好健康哦 真好 我也想变成你这样 那 我就实现你的愿望吧 哇 这是跟我的愿望有什么关系啊 这里是台电影音网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 谢谢观看